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珍妮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讲宝宝吃手 其实很多宝宝都吃对不对 对 吃奶嘴 是 所以宝宝吃手 吃奶嘴 这些口遇的问题也是很天生很自然的 我们在医院或者是说 其实平常在跟爸爸妈妈接触 他们常常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宝宝一直吃手 甚至还有吃脚 吃脚 对 这真的是影响他们很大 他们很困扰 对 然后一直提出来的 那其实我们就会跟爸爸妈妈讲 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就有讲 在一岁以前 这时候他的口遇 就是他很多的需求都是靠口遇 来满足 靠口腔 所以他一岁以前是叫口腔期 所以在口腔期的时候 这时候你如果满足他的需求 那这研究也有讲 你如果这时候没有得到满足 那他在长大的时候 就比较没有安全感 是 对 那另外他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 那这时候他也比较容易 一些焦虑的下来 难怪 所以妈妈你可以观察 一岁以前所有宝宝拿到东西 都往嘴巴去摘 为什么 探索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他吃一只 这是手 还有五只 所以每一只有可能都会吃 对不对 然后这是脚 这是什么东西 他都会抓来往嘴巴里面去 所以其实每一个阶段 我们说一岁以前的每一个阶段 都有不同吃手 或是口遇的那些需求对不对 对 其实在一岁以前 甚至两岁以前 其实小朋友他们吃手 其实都是蛮自然的 对 我们也不用特别的去 制止他 可是问题是 来了 问题是 你不要特别制止他 习惯成自然 可是问题他会一直吸 一直吸 甚至有的吸到会有一些破皮 整个皮肤都净润 对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 才是家长会觉得说 是 很担心的问题 没错 而且说实在的 如果他吸手 手又去碰别的东西 这会影响到很多的健康问题 对 有一些比如说 虫嘴巴吃进去的一些细菌 那甚至手的一些伤口 那甚至吸到更大 吸到更大 一些的一些口腔 牙齿的一些发育 这等等 这些都会影响到 对 他们困扰的是这一个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 既然吃手是他的一个探索 或是他正常的 学习 对 学习的一个方式的话 那怎么样让他是 在这个自然的时间之后 孩子就可以很自然 很习惯的把它戒断掉 这是最棒的 最理想的 你的孩子也有吃手 有 我女儿那时候也是吃手 然后后来吃奶嘴 OK 是 所以你是故意让他吃奶嘴 还是你会就是 让他顺其自然的 他顺其自然 他之后 他接触过奶嘴之后 他爱奶嘴 可是其实我们在医院看到 有很多 有很多不喜欢奶嘴的 奶嘴一放下去 他就被掉 对 含都含不住 是 是 那我其实我自己的孩子 我是很注重这个 我知道说吃手的后遗症 是什么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吃手 吃到很大的小孩 所以我对我这两个孩子 我都是给他奶嘴 我就很 很特意的知道这个部分 因为我怕他 万一习惯了手 你要再去让他吃奶嘴 就像你说的 有的孩子他会喜欢奶嘴 有的孩子并不喜欢 对 所以当他开始出生之后 我就会给他奶嘴 然后呢 可能用一些方式 把他放在 以前他会夹在 夹在那个 会用那个别针夹在衣服上面 是 所以他永远不会掉 是 就算掉了 在你的范围内 你都可以拿得到 对 所以就是这样子让他 然后到一岁 我就把奶嘴丢掉 那他也满乖的 是 你丢掉丢得掉 大概哭好几个礼拜 因为孩子会哭 会闹 因为那时候一岁还不会讲话 会找 可是我就觉得 一岁够了 那因为我们还有奶品 所以偶尔就是喂他 然后就是陪伴 所以我不知道说 这样的方式 对不对 是 但是我的孩子不吃手 就好了 因为吃手或吃奶嘴 其实就是要看你自己的小朋友 就刚才讲的 因为说真的 手永远不会掉 对 随时你就是能够把握 是你自己能够控制的 那奶嘴的话 像刚刚主持人有说 我们把它别在衣服上 那有可能在这范围之内 他拿得到 可是有的时候他不见得 都一直别在衣服上 对 他要拿奶嘴根本都拿不到 所以一般有的小朋友 他就愿意接受 他就不接受奶嘴 他只要手 没错 所以手跟奶嘴 其实呢 他 最后他还是会影响到 如果说到很大 还在吃 他还是会影响到 我刚刚讲的那些 都有一些问题出现 对 那在七到十二个月 就是等于快一岁以前的孩子 他吃手的原因 是因为他在长牙 是不是 如果是说 像一般我们在看到的时候 有的一两个月 或两三个月 他就开始会吃手 对 那这时候呢 他在吃手 是一个很自然的 他有寻求安全感 因为刚刚有讲到 这时候是口腔期 对 他本来就是用口腔 来满足他的需求 所以这时候他安全感 然后另外 小朋友会哭 他自我安抚 这时候自我安抚 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 对 刚好妈妈没空 家人没空的时候 对 他可以 经由这个吃手 或吃奶嘴 来达到自我安抚 所以这时候 这时候都自然的 只不过是说 我们怎么样 要让小朋友 转移他的注意力 OK 对 这很重要 对 所以各个年龄 我们就希望说 依照那个年龄层的发展 然后来配合他的发展 然后让他做一些 手部的一些游戏 手部的一些活动 那他就不会说 把专注手就是要拿来吃 了解 手可以拿来玩 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拿来学习 拿来探索 是 所以同时这时候 妈妈如果你觉得 他需要安抚 或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可以跟他玩一些游戏 对 或是给他一些抓握的 一些玩具 什么的跟他玩 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话 让孩子知道 手不是单独 只拿来吃而已 这个用途 对 没错 那其实 惠正要告诉我们 其实吃手还有好处 对 是 吃手的好处 除了刚刚讲的安抚 对不对 然后还有呢 安全感 自我安抚 那经过 刚刚讲我们 在各个年龄层 要做各种的训练 对 手部的训练 对 那经由这些学习 还有探索的时候 你看 手眼协调 对 对不对 还可以刺激你的神经 对 还有认知 认知也有了 对 智力 等等各方面的 所以都可以有经过这一些 刚刚讲的这些训练 然后得到这些智能方面的启发 是 所以其实吃手 不要一直一味的害怕说孩子戒不掉 对 当然家长的引导跟陪伴是很重要的 对 那我们常常知道说 他有这个满足 我们满足他了以后 孩子是正向的成长 对 正向的发展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话 吃手的宝宝 其实很聪明啊 因为他的各个方面 我们说五感神经 对 都发育得很好 对 然后他又有最大的安全感 对 其实当一个孩子有安全感 有被爱的时候 他是不是 那个需求 我们说佛洛伊德 对 需求就被满足了 对 他是最底下的需求 都被满足了 所以 当妈妈看到宝宝开始在吃手 或是吃奶嘴 要不要制止他 这时候要看年龄 就刚刚讲的 其实 两岁以前 我不需要特别的制止他 他要就满足他 对 他要就满足他 就让他吃 好 那但是呢 你的宝宝如果到 二到四岁了 这时候你就要开始稍微注意一下 是不是他有什么需求 没有被满足 或者是说 他是不是很没有安全感 是 他是不是缺少陪伴 那我们是不是 要多注意 多关心宝宝 等等的 那如果是说到四岁之后呢 对 那这时候很多都已经到 幼儿园了 都已经去上学了 那这时候如果到四岁以后 他还有这个行为的时候 那这时候可能真的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带他 请他说建议到 我们的儿科 或者一些心理諮商 OK 可以请求一些专家的协助 了解 或者看儿科医师都可以 所以意思两岁前 这个吃手吃奶嘴 都算是正常 对 但是呢 两岁之后 四岁之后 对 这就叫不良的习惯 对 那这时候就 比较需要一些 专家的一些协助 或者是妈妈就要 比较积极 去找出孩子没有安全感 对的 孩子吸手的原因 为什么要吸手的原因 是 所以 其实真的啦 因为 如果孩子戒不掉这个 吸手的这件事情 或是说吃手的这件事情 那我很好奇 其实大拇指是最好吃的 对 因为他的姿势各方面 那 我自己也是吃大拇指 那 还有其他吃 其他石头的吗 像我们在医院看到 甚至我自己女儿啦 我自己的女儿是吸 这两支 这有点不太方便吧 不会很方便 他就这样子吸 真的吗 手还这样子 这个是 很特殊 还两指一起的 对 我女儿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在医院也有看到 很多有的时候家长 其实家长到医院来 有的时候他不到40岁 他也会带来 因为他担心嘛 就在门科门诊的时候 就问一下医师 要怎么处理啦 什么的 那我们甚至看到 刚刚主持人说是吸大拇指 也有吸这两支的 真的 也有吸这两支 就我女儿 也有吸整个拳头 真的 对 整个拳头 他都塞进去 然后就全部随便乱吸 哇 通通都有 所以五指都有人 可以应用就对了 就看你的孩子 是怎么样舒服 怎么样满足 就对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真的 妈妈也不要的 过度担心 而且 当我们要抑制 或是要让孩子 吸手的时候 其实也要注意一些 对 卫生措施 安全 对不对 所以吃手的时候 妈妈应该要怎么样注意他 如果说宝宝在吃手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到 很怕就是 把细菌 对对 所以这时候小朋友的手要注意 清洁 然后另外呢 手不是只有小朋友 妈妈的手 妈妈的手 对 因为妈妈你随时会跟小朋友玩 有的时候甚至 我们在比较 小朋友在比较 我们甚至抓握 就是跟妈做运动 做按摩 我们的手也会接触到 小朋友的手 这时候都要清洁干净 对 妈妈的手也要注意 然后呢 环境 因为刚刚有讲到小朋友 他可能躺在床上 对 或者是他都摸西摸 就放在 所以环境 手 然后另外还有玩具 玩具也时常清洗 对 玩具 像这些东西 一定都要特别的注意 对 尤其是刚刚慧珍说的 一岁以内的孩子 他口预期很满足 那我们也讲到 拿什么吃什么 对 所以他接触过 可能有可能 进到嘴巴的东西 妈妈至少都要消毒过 对 尤其像刚刚 他就讲到 我每个年龄层 都要在每个年龄层 转移他手部的注意力 对 然后顺便让他手部 做学习跟探索 那这时候 你本来就会用到这些 比如说 玩具 工具书 工具书 等等的这一些 那所以 这一些都是他会碰触到的 了解 所以我们来看看 吃手 除了我们 让孩子手部的干净清洁之外 如何去预防 宝宝他过度的去洗手 在这里有提到一点 原来喂奶 不正确的喂奶 也会造成 日后爸爸会吸手的原因 因为吸奶的时候 因为刚刚有讲到 口腔期 对 口欲要满足 那小朋友的嘴巴 是会拿来咬 拿来吸 他拿来吃东西 是 那他在吃东西的时候 如果他没有获得满足 当然口欲期就是 需求就不满足 所以在喂奶 妈妈在喂奶的时候 第一个 比如说姿势不正确 对 或者是说 像我们很多看到 你如果是亲喂的 你一定是搂着宝宝 对 对不对 你一定会抱着宝宝 是 比较常常看到的 大部分都是品味 因为品味的时候 你有可能把他放在 那个推车上 床上 然后直接这样子 直接你就是这样子喂他 OK 然后甚至妈妈还在看电视 对不对 妈妈还在看电视 还在滑手机 对不对 然后小朋友就让他这样子吸 你眼神也没有接触 身体也没有接触 所以没有一个满爱的关怀 对 没有爱的关怀 他等于就是只有在吃 只有在吃 而且这个吃还是你强制 执行 对 他不想吸也不行 就奶瓶就这样子放着 是 或是有的孩子 又像奶瓶洞太大 一下子孩子就吸完了 对 那可能这时候 他还没有满足感 对 可能牛奶已经喝完了 但是嘴巴的满足感还不到 奶瓶就离开了 对 他这时候就像主持人讲的 他可能就是要吸手 才能延续他最后的 对 或者是说吸奶瓶 就是什么东西可以吸 就吸 OK好 所以其实妈妈在喂奶的时候 如果轻微的话 可以跟宝宝聊聊天 讲讲话 搂着他 然后跟他做一些眼神的接触 然后跟他讲讲话 那这些对宝宝来说 他除了口腔 刚刚讲到得到满足吗 然后另外在心理上 对 他得到很多的一些 真的 安抚的一些作用 是 那还有如何预防 这些妈妈都真的是一个美感 就是说孩子睡醒的时候 对 可能妈妈在忙别的事情 就让孩子在婴儿床 或是在床上 就自己一个人玩 对 其实说实在 孩子一个人玩 可以玩多久 应该不会很久吧 对 所以他无聊的时候 他就会拿来吃手 所以宝宝 我们会建议说 妈妈如果是说你要预防 就是要让宝宝 不要一直吃下去 除了刚刚讲的 一些喂奶的时候 要特别的注意 然后在各个年龄层 可以用一些活动 来转移他的注意力 另外的话 你讲到 他如果刚刚讲到睡醒 睡醒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对 他如果说睡醒的时候 这时候就可以去跟宝宝 说说话 唱唱歌 对 然后跟他一起看书 等等的这些活动 而不要让他睡醒来 然后躺在床上 也没有人理他 那这时候 那时候宝宝要做什么 他也只能够吸手 他也只能够吃手 是 所以像冬天 如果说宝宝穿长袖 那有一些方式 我们是可以减少 他接触到手指 对 因为 其实有很多的妈妈 他们会说 小朋友 因为你手一直长期的浸润 因为他等于整天 他都是水 泡在水里面 都是一直在吸 所以他一直在吸的时候 手指长期上 我们看到的时候 有的是吸到已经破皮 湿疹 对 湿疹 然后有的还瘀青 那如果是说像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方式 其实也可以预防 那可是真的 有的时候很严重的时候 因为有的时候 上面都已经溃烂了 对 也有这个情形 那必须要让他 伤口愈合的时候 对 那妈妈这时候可以 用一个比较长袖的衣服 那可以盖住他这个手指 让他没有办法 对 孩子至少吃到的是衣服 对 不会吃到那个手 对 其实我们有那些 宝宝的那种手套 防止他去刮伤的那种 其实多多少少 当他在伤口出现的时候 这个还是有一些预防作用 对 虽然宝宝也很聪明也很厉害 他会用进各种方式 把那个扯掉 对 但是无非是多一层的 让他不要马上就去吃到这个 已经溃烂 或是受伤的时候 对 就是有受伤的时候 可以用这些方式 去替代 那当然是平常的时候 尽量手部 还是要让他伸出来 让他去做一些探索 是 所以其实这一些的方式 都是帮助 妈妈在平常 就可以避免 宝宝过度的去吸手指 你可以满足他 但是他不用醒来的时候 就想到只有手指这件事情 你还可以做一些的 陪伴啊 关爱啊 这些的防防 那其实他 为什么要戒断他的这个原则 是什么 戒断的原则 第一个 一定要满足他的需求 他会 你找出原因满足需求 因为刚刚讲到 为什么要吸手 第一个就是他 没有满足 口腔的需求没有被满足 或者是安全感的需求 没有被满足 所以第一个 一定是满足需求 然后再来 要用徐旭渐进的方式 不要就是用很激烈的手段 比如说以前我们看到 涂辣椒啦 涂完精油啦 是 等等那些很激烈的手段 光脸啊 那种苦的药 苦的啊 辣的啊 但是不会以涂这些 都是不会伤害到孩子为原则 但是孩子会被辣得很可怜 对 所以不要用这种比辣的 因为这样会产生冲突 对 那尽量是用鼓力的 用转移注意力的 是 那把握 其实把握这些原则 然后让小朋友的手部 转移注意力 其实这个很重要 那一般的小朋友 其实他们都慢慢的 慢慢的 就脱离 因为 现在大家有看到 大人还在洗手的吗 没有 对啊 因为我觉得到了 学校同才 对 你会觉得很丢脸 对 这个时间也是一个 蛮好的 阶段的方式 可是要等到 你知道吗 现在有时候我们到 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吸到国小 一年级 二年级 可是虽然人家会笑我们 可是你 还是很满足在于 攜手这件事 对 因为你老师在上课 很多人调皮捣蛋 我们就是很安静的 对 因为你有满足感 你有点心 你有零食 对 可是回到家 父母亲就会觉得 怎么那么丢脸 所以现在有时候看到 国小一年级 或是二年级 甚至有的五六岁 还要带奶瓶 对 去学校喝奶的 你就会觉得 哇 很同情他们 但是你会 体谅他们的心境 对 那我知道说 其实你自己的孩子 你怎么戒断他们的 这个吃手 或是吃奶嘴的习惯 像我女儿啊 我刚刚讲到我女儿吸这两支 对 她一直吸 她大概多久 你给她换奶嘴 她吸到 她其实一出生 没多久 她是那种 接受安抚奶嘴的那一种 OK 所以她可以接受 她是一出生 对 她就接受安抚奶嘴 加上我们二十几年 那时候还没有推行 餵母奶推行得这么好 所以那时候其实 大部分的人都吃奶瓶 也都吃安抚奶嘴 所以她那时候 她就是吃安抚奶嘴 那吃安抚奶嘴 她就一直吃 吃到她上幼稚园 OK 幼稚园也很大 对 她到幼稚园 她还在吸 可是她上学没有吸 真的很棒 对 她上学 当然不敢再去吸 真的 她怕同学会笑她 可是她每次 一放学一回家 就是找奶嘴 对 门一打开 你就看她这样子好紧张 她就是要去找奶嘴 是 然后马上就这样子 一抓起来 一放进去 你就看到她 好满足的样子 所以她忍了八小时 在学校 对 那回家吸完呢 她会一直吸 还是可以放下来 回家 刚开始要吸一阵子 吸完之后 她当然就有 其他的一些活动 她就开始去玩了 她就开始去玩了 可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 剪掉 对 最后来是我婆婆 阿嬷出面了 阿嬷出面了 就跟她讲 严正的就是跟她讲清楚 这个就是不能吸 而且在她面前 就直接把那个安抚奶嘴 剪掉 然后丢到垃圾桶 就是让她看到 家里都没有了 已经剪掉在垃圾桶 那你就会看到她 她就是很错愕 然后她就跑去垃圾桶看 她去找 她就看到她的奶嘴 已经在那边 躺在那边了 对 已经都福马分尸了 所以她看到的时候 她也就自死心了 她知道没有东西了 是 所以我们说理性的 而且是很和平的 让她接受这个 戒断的一个事实 对 很棒 那我自己亲身的经验 我的经验 比较凄惨一点 因为以上上述 传统的这些什么 辣椒水 黄莲 什么万金油都用过 所有招式都使出来 孩子不喜欢的 涂苦瓜的那种汁液 姜汁什么 都用过了 没效 那怎么办 因为当下你会哭 然后会觉得很辣不吃 但我们可以去洗手啊 我们可以把它吸 可以接受的苦味 吸久了 那个味道是不是中和掉 而且你是已经小学了 对 已经很大了 你会想方法 对 好了 也是阿嬷就出面了 阿嬷就是心狠手辣的那一型 然后用尽所有方式都没有效之后 他使出最后一个杀手间 我们才戒掉 因为他知道我怕针 去医院打针都要哭很久 所以他知道你怕的是针 他就把缝衣服最粗的 拿出来烤一烤火 消毒还有消毒的观念 消毒好了 就抓着你 吃手的那一只大拇指 然后呢 旁边兄弟姐妹就哭啊 求劳不要这样 然后你也是哭说 阿嬷我不吃 我不吃了 可是这个我不吃 已经讲七年了 对啦 阿嬷都已经觉得 你是放养的孩子 他就抓着你的手 针一拿下来 往下就横的 就扎下去 欸 嚇死人 是 见血 从此你会痛 然后你怕血 你怕针 对 这个印象就烙印就见了 可是提醒观众朋友 真的 不要来到这一方 对对对对 真的是不行 真的是这样子 现在的妈妈少子话 也舍不得 让他扎针 但是我们就要在前面 两岁的时候 就开始要来戒断这个问题 对两岁之后 就要开始要注意 说是不是有这些行为 真的 不要让孩子 让父母亲两败俱伤 对对 是 我们说到这种是最激烈的 就是说你真的 骂了也没有效 就不要再骂他 对 不要伤害他的自尊心 但是就是用 怎么样另外一个仿向的一个 赞美他 或是思考 或是用其他分散他的注意 对 应该是要用这些 比较正确的一些方式 理性一点 对一些理性的方式 那像以前古时候的那一种的 有沒有 塗辣椒啦 或者是像刚刚主持人说的 扎针 扎针 这个太恐怖了 真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 其实宝宝 他在享受他的 这个口韵期在吸水的时候 他是很愉悦很快乐 对 像他们在吸的时候 你会感觉 你平常看宝宝 他在吸手指的时候 其实他是静静的 而且他有点像放空 对 他就在满足 对 他在享受 对 所以你看宝宝在吸的时候 所以你说 他在吸的时候 你不要这样子 硬拔掉 硬拔掉 他的心里会觉得 他会很受伤 对 他会等于就是说 突然间他一个在做 而且他是在做一个享受的动作 被你突然间 用激烈的手段中断 对 那这个是不好的 是 所以其实 我们应该可以交换 比如说当他在吸手 吸得很忘我的时候 对 我们给他一个固齿气 对 就是看年纪 比如是说 刚刚我们有提到 比如说这两三个月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他如果在 这个阶段 他如果在吃手 那这时候大部分小朋友 这时候还不能做 对不对 他大部分都躺着的 对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妈妈讲 这时候妈妈其实他就可以 准备一些 比如说是一些悬挂式的玩具 对 他可以挂在他的 掉在那个床上的 那你要看一下小朋友 因为我们是依照 小朋友的发展 那小朋友这时候的视觉 大概二三十公分 那你要选择一些 比较颜色鲜艳的 对 然后甚至可以发出声音的 对 那你可以 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 可以去敲他 对 去敲 你去引导他 然后你可以抓着他的手 或者是你自己的手 你去碰 你去拍 然后小朋友看你去拍 然后你去抓他的手也去拍 那他就知道说 我要用这样子去碰撞 了解 所以两三个月的时候 你大概可以用这些东西 甚至呢 你也可以用一个东西 让他稍微 握着 握着一下 那这些材质 而且你可以从这当中 像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他这时候是在探索 在学习 所以我们的这一些玩具 刚刚讲的这些 你可以用不同材质的 对 比如说他摸 你给他一些塑胶的 他摸到他就知道说 这个是硬硬的 然后这个温度大概是这样子 对 可是你如果是说一些雪料玩具 有的是布类的 对 他就摸起来 这是软软的 好像比较温暖 那甚至有一些是 比较像是铁不锈钢的那一种 他知道摸起来 这个就是冰冰的 对 所以他从事当中 其实他的都是在一些学习 那依照年龄层 我们就各种不同年龄 比如说两三个月 就刚刚讲的这样子 对 那刚刚有讲到 比如说 刚刚讲到 比如说上四到六个月 对 四到六个月这时候 因为这时候 小朋友已经有想要说 你给他放在 他会想要爬起来 所以你也可以让小朋友趴着 然后你可以前面放一些玩具 然后让他训练他的这个抬头 对 训练抬头 然后另外让他手会想去抓 因为在前面会这样子 逗着他 发出声音等等的 是 所以其实就是 依照不同年龄层的发展 对 我们还可以配合发展 然后给他一些提供他一些 手部的训练 好 那我们知道说 刚刚讲到的 如果吃手的一个坏处是什么 吃手的坏处呢 他主要的坏处 一个 就是 他手有可能会有一些伤口 然后疾病 有没有 病从口入 对 然后一些口腔 牙齿啊 牙齿的美观是最重要 对 牙齿 这时候再发育牙齿 而且会整个改变他的脸型 是 我们是不是常常看到有说 有的小朋友 他就一直吃奶嘴 有没有 你就感觉说 他这个 上饿被推出来了 对 然后他的变成 上饿跟 上面的牙齿 跟下面的牙齿 怕咬合 就会有咬合不振 了解 那是以后咀嚼 也会有问题 真的 牙齿是一个 而且脸型会变 对 脸型也会变 这是影响我们 然后说话 对 说话 你说话会那种 臭泥呆 或者烙烙烙烙 对 是 这都是因为 然后还有最主要就是 你心理 对 心理会受创伤 因为孩子会说 那么大修修 你也还吃手指 很多的 尤其你到上学的时候 如果你还在吸 别的同学他可能 就会笑你 真的真的 所以这一些其实都是一些 负面的坏处 对 那我们其实可以 那安抚奶嘴 我们真的是还蛮建议的 安抚奶嘴的话 如果你的孩子吸 接受的话 对 如果你孩子接受的话 因为安抚奶嘴 第一个它比较好清洁 那第二个呢 因为安抚奶嘴 它不会造成你手指的受伤 对 而且安抚奶嘴 现在外面白白肿 对 各种各样的都有 对 甚至有那种 让你咬了之后你的牙齿 比较不会变形的 对 真的是这样 我的孩子一岁 我就把安抚奶嘴丢掉 所以呢 他们也没有吃过手 所以自然不会去吃手 所以我就不让他们 有吃手的这个习惯 那安抚奶嘴为什么 因为它是随时可以 不见的东西 对 所以呢 它的取得性 孩子不是这么容易 对 所以我真的很建议 妈妈如果孩子要满足他 安抚奶嘴如果你的宝宝接受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选择 对 它也是其中的一个选择 是 对 那我们知道说 医生 刚刚慧珍说的 就是好好的 理性的 来处理孩子 吃手 或是戒断奶嘴 这些问题的话 其实是很棒的一个方式 对 对 因为这时候呢 宝宝他的口腔期 也获得满足了 是 那你经由这些活动 宝宝的智能 各方面的发展也都提升 真的 那最重要是 宝宝这时候他觉得 他获得安全感 因为宝宝如果获得安全感 这个是在之后 整个人生的阶段 对 那对宝宝之后 日后的影响都很大 是 今天很谢谢慧珍 谢谢主持人 我想 光爱你的孩子 陪伴你的孩子 在他成长的阶段 这是最重要的 谢谢你的收看 健康幸福祝你健康平安 我们下次再会